上一回咱们说到,刺头进到了脑房内,话没说两句就被铁魔头给打伤了。 危急之际,刺头从这袖口里射出了赤阳针,可是打在铁魔头的假片上丝毫不起作用。 铁魔头举起爪子想截过了刺头,老远鬼慌乱之际大喊小凤前来救人。 小凤,快来救人! 也得亏啊,小凤及时现身,用他的鸡爪子挡下了铁爪,这刺头才得以脱身。 老白,你怎么样?小凤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,不能恋战,先离开这里再说。 而以他对小凤和铁魔头的了解,小凤应该也扛不了几手,围巾之际还是先离开再商量多一次。 老远鬼叫小凤也快些从这牢房里出来,小凤从这铁窗振翅而出,而铁魔头一爪子没抓到,也没有追出来。 一行人坐着李所长的车回到了老远鬼的家里,先给刺头包扎了伤口。 铁魔头没有追出来,他一定和鞋匠有什么羁绊,咱们得到鞋匠爱他的河道去看看才行。 这想要对付铁魔头啊,还得找出他躲在鞋匠身上的原因。 你伤得这么重,还是我和小凤去吧? 还是我亲自去吧,我怕你们整不明白。 而要去啊,就得去一趟当初流氓修理鞋匠的河边。 老烟鬼骑着马,驮着众人,来到了河边。 刺头俯下身去啊,念叨了几句。 连个人都没有,找谁打听啊? 可有山金地铃,请献身一剑。 这刺头刚说完啊,很快河面就泛起了水花。 谁在我门口吵吵嚷嚷的? 白门包山有些事想跟您打听一下。 你是想问铁魔头的事儿吧? 而这大癞蛤蟆啊,知道刺头他们为什么而来,就讲起了原由。 话说呀,当时那铁魔头找上他,在岸上讨敌骂阵。 大蛤蟆知道不是对手,卧在河底,不敢应战。 看着自己那一家老小,怕是都难逃一死啊。 可是就在大蛤蟆想拼死一搏的时候, 突然一个炸雷劈在了铁魔头身上, 紧接着又是一道雷。 铁魔头知道天洁来了,慌忙躲闪。 可是他躲到哪儿,那炸雷就劈到那儿, 任由他身手灵活也还是被劈到。 这炸雷一道又一道地劈在他身上, 眼瞅着就要形神俱灭。 他猛然瞥见了远处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血脚, 于是附身上去,把剩下的半条命扬在了邪将的身体里。 所以,请快点去干掉他吧, 别让他再来打扰我幸福的生活了。 而这大蛤蟆侥幸不死, 担心铁魔头哪天还会回来找他没钱。 能如实相告, 也是希望刺头一伙能灭了铁魔头, 绝了他的后患。 大蛤蟆把事儿推到了刺头身上, 潜进了水里, 刺头心里也有了打算。 难怪他不敢离开邪将, 也不让他死, 他的命和邪将拴在一起啊。 怎么现在只要把他从邪将身上引开, 让邪将被枪毙就行了? 那邪将也死得太冤了。 他本该在河边就死的, 现在杀了那些流氓, 也算给自己报了仇。 走了, 小凤。 而这老烟鬼啊, 替邪将抱不平, 可那是他的命啊, 谁让他赶上了呢? 而这一行人又找到了李所长, 把这计划跟着李所长说了一下。 李所长又跟监狱方面做了协调, 才把邪将带到了一处披荆的院子。 铁魔头被雷劈了几次, 道行掉了不少, 他打算杀了刺头和小凤, 夺了他们的单续道行, 好摆脱鞋匠。 可是刺头的计划很简单, 以铁魔头剩下的道行, 在鞋匠的身体里是打不过刺头和小凤的, 但是他只要一出来, 监狱方就会立刻对鞋匠执行枪决, 他不死都不行。 而等他们打定了主意啊, 刺头第一个就冲了上去, 把手一挥, 三只赤羊针射了出绝, 这鞋匠一闪身就躲了过去。 想还手可是双手背靠着, 根本就不得施展。 他拼命想挣脱手铐的时候, 小凤飞起一脚, 踹在了他的脸上。 不等他反应, 刺头甩出的赤羊针, 正中他的尖头。 老烟鬼从正面挥着斧头砍来, 快砍上的时候他还是心软, 把斧头调转了方向, 用斧背砸在了鞋匠的身上。 不等鞋匠站稳, 小凤又从一侧攻了过来。 只是这一拳啊, 打得小凤生疼, 这铁魔头出来了。 挥起立爪抓响小凤, 这小凤是忙后退躲避, 刺头一看机会来了, 忙冲着躲在暗处的枪手喊话。 铁魔头一看中计啊, 也不顾小凤的爪子撕扯在身上, 退回到了斧匠体内。 枪手开的两枪并没能要了斧匠的命, 刺头和小凤见状又发起了攻击。 斧匠躲过了刺头的一击, 却没能躲过小凤的呀, 被小凤抓住了后背, 振翅带到了空中。 小凤想直接飞到高处, 一松脚把这鞋匠摔死, 可他没飞多高, 这铁魔头就出来了。 一爪子在这小凤胸前就开了一个大口子, 鞋匠重重地摔倒在地上, 老鹰鬼趁铁魔头和小凤纠缠在一块的空档, 拉起鞋葬就走, 也趁机让鞋匠交代一下后事。 我知道你冤枉, 可是那些人也确实死在你的手里, 你有啥要交代的吗? 我, 我放心不像老婆孩子, 还有我娘。 我会帮你照看, 隔三差五地去瞅瞎一眼, 你安心上路吧。 而鞋匠也是个可怜之人, 可是事到如今没有办法, 老鹰鬼只能让他安心上路。 铁魔头见老鹰鬼拉住了鞋匠, 就想回去, 结果被刺头给死死地抱住。 铁魔头接连中击了刺头几下, 把他给甩了出去, 这小凤是浑身湿血地从这后头就下了杀手。 铁魔头气急又接连给了小凤, 来了几下中击, 刺头见小凤招架不住上前帮忙。 可是这刺头脑子灵广, 功夫不行, 没几下这胸口就被划了一个大口子。 两个人夹起来都不能跟着铁魔头打个平手, 只有挨揍的味儿, 铁魔头要给他俩个痛快, 免得再纠缠。 既然都那么想死, 我就送你们俩一块上路。 就在他准备下杀手的时候, 远处传来了一声枪响, 紧接着, 天空中是乌云密布, 响起了炸雷, 咔嚓一声的, 一道闪电凌空而下, 正劈在这铁魔头身上, 劈得是渣也没剩。 小凤和刺头相互搀扶着站了起来, 以两个人的能力, 赢了铁魔头, 那还真是值得炫耀的事。 你可别死啊, 你还得给我疗伤呢。 咱们把铁魔头干掉了。 他是结束道了, 天收的。 那也有咱们一份力啊, 替同道去了个火根。 你们俩没事吧, 看样子都伤得不轻啊。 而这老鹰鬼从远处跑了过来, 邪将已经被枪决了。 刺头和小凤跟老鹰鬼打了声着火, 就隐去了身形。 剩老鹰鬼一个人走出了监狱的门, 李所长等在了外头。 老鹰儿, 事情办妥了啊。 这李所长啊, 正想跟着老鹰鬼说点啥, 老鹰鬼也没搭理, 一声呼售, 换来了一阵风, 翻身上马, 乐将而去。 后悔有期, 驾! 把这李所长啊, 就晾在了原地。 老鹰鬼心里不痛快, 倒也不是觉得这李所长做错了啥, 也不是他自己做错了啥, 就觉得啊, 这闲家真是能救人, 也能害人啊。 这老鹰鬼是一肚子的不痛快往家里走, 可是他不知道啊, 家里还有事儿, 在等着他呢。